其實我要講一下 因為婷婷都一直跟我一起工作嘛 然後有時候她會講說 媽媽真的很幸福 對 她真的有感受到 她哭了 你別 你別 婷婷會覺得很辛苦嗎 這次又跟媽媽搭檔 她也讓年輕人來體驗一下 因為通常年輕人不太會 就是不太了解這些農作物 然後也了解到農民的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事後這些姊姊們會不會很悲哀 因為兩位剛好都演過我媽媽 對 所以一個是阿布 一個是媽媽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真的好像是個肖親之女 帶兩個媽媽又帶了一個妹妹 可是妹妹幫我很多 婷婷在家都蠻特加水的 比較少 但是之前偶爾會煮個菜什麼之類的 對 她會煮 她是會煮的 她煮的菜比媽媽好吃 欸 真的 欸 比她好吃不難 對 我們才是 天啊 我長大的 吃過媽媽最難吃的道理是嗎 她連蛋 那個煎蛋裡面都有蛋可味嗎 你自己說你的招牌是三杯雞 但是她的雞全部都是黑的 喔 是三杯五股雞 是 沒錯 沒錯 可是我要講一下 因為婷婷都一直跟我一起工作嘛 對 然後有時候她會講說 媽媽真的很辛苦 對 她也有感受到 她哭了 你別 你別 等一下要補妝了 別 我可以講昨天的事情嗎 好 怎麼了 她昨天傳訊息 語音訊息給我 她說 兒子 嘶 就開始哭喔 她說很感性 然後說兒子謝謝妳 照顧婷婷什麼的 欸 等一下我也有耶 有 妳可以講 對 而且很感性喔 妳講到哽咽 其實我看到姊姊跟傅凱 對婷婷的那一份疼愛啊 好像我跟這個食材三十幾年啊 她很痛的一樣 社會連盤 就是說她愛無疾無 她們兩個完全無私的 給婷婷機會跟疼她 所以我就 我真的出自內心非常感謝姊姊跟傅凱 給婷婷機會 這次我是講真的 真的像一家人 節目就像一家人 節目就像一家人 那妳有看到楊盛惠跟那個 兩個人 我們就知道有人會問 哈哈哈哈 希望沒事就好了 因為在這圈子 像大家庭一樣 有時候 大家如果說聲響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往心裡面走 這樣就好了 反正我們上節目就盡全力 把效果做出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觀眾喜歡看嘛 看節目都希望 是開開心 笑笑的嘛 快快樂 你笑一下就過了嘛 笑一下晚上也好睡覺啊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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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字 謝謝 鵃